Hello,大家好,我是肥叔 这次要来分享在Steam Deck装游戏汉化的方法 以我手边需要装汉化的游戏 分成三种类型 一种是EXE执行档 执行后,选择游戏录进安装 第二种也是EXE执行档 不过要放在游戏资料夹里执行 第三种则是直接复制贴上 覆盖游戏资料的方式 算是里面最单纯的汉化安装模式了 各游戏的汉化方式 主要还是以汉化包的说明为主哦 我准备了三款游戏 分别是黑色落成 雷射超人起源 以及The Room解谜小游戏 这三款都是没有官方中文的 所以必须仰赖第三方的汉化包 首先执行黑色落成 进入后全都是英文 游戏里面包含大量文本 若没有汉化 玩起来真的会挺痛苦 再来是雷射超人起源 虽然这游戏没中文也没关系 但既然都有人制作汉化包了 就加简用一下 也是很不错 然后是The Room 其实这游戏 我已经破关了 游戏时间并不长 但里面也是有一些文本量的 靠着汉化包 才能让我以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谜 安装EXE执行党汉化包的方式 可以是直接加入Steam游戏库里 以相容模式执行安装 但并非是用每个汉化包 倘若只是动到游戏资料夹里的档案 基本没问题 但若有动到相容层里的资料 就可能会失败 所以这里介绍 以Proton Tricks程式来安装汉化包 Proton Tricks在之前介绍 安装非Steam游戏时有提到过 但它的作用 远不仅只是记录相容层编号的功能而已 它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只是若用Proton Tricks在刚安装好后 有出现跟我画面中一样讯息的朋友 通常是代表权限不足 无法存取游戏库 虽然安装非Steam的游戏后 可以在Proton Tricks留下资料 但Steam游戏库里的游戏都没出现 所以我们还要靠另一个软体 来修改Proton Tricks的权限问题 就是Flat Seal程式 它可以对程式做一些细部设定 只要在软体中心 分别搜寻Flat Seal以及Proton Tricks 就可以直接下载使用 下载好以后 首先打开Flat Seal 然后选择Proton Tricks 往下一看到 File System的项目 就是修改访问权限 只要把全部系统文件开启 就可以看到已安装好的Steam游戏了 假如开启后 还是没出现某装置里的游戏 则可以直接把该装置路径 新增到下方栏位 这样就可以针对该装置 授予存取权 比如 我想特别针对SD卡装置 授予存取权 那就把SD卡的路径复制起来 然后贴到下方栏位 要记得把最后面的斜线取掉 当前面的符号 从黄色金碳号变成蓝色问号 就可以了 全部系统文件的存取全开启后 重新打开Rotan Tricks程式 若看到Steam的游戏都跑出来 这样基本就设定完成了 接下来就开始安装汉滑包 首先示范安装黑色落成的汉滑包 这游戏的汉滑包 说明是直接执行即可 所以直接对着执行档案右键 选择用Proton Tricks Launcher开启 开启后 找到黑色落成 然后点选OK 这样就是在该相容层资料环境里 安装该汉滑包的意思 不管汉滑包是覆盖游戏目录的档案 或者是相容层资料里的档案 就都不怕出错了 而且不会在额外 跑出用不到的相容层资料夹 占用磁碟空间 出现安装界面 这里要选择游戏档案位置 我是把游戏装在SSD游戏分区 就依序从挂载点 找到Steam游戏库 点开Common 就可以看到L-Inware资料夹 这里就选择Common资料夹即可 后面会自动代入L-Inware的文字 然后就开始安装汉滑 因为都是乱码 这里我都取消打勾 安装好后 就可以试着执行游戏看看 看来是没有问题 好多年前玩到一半 就跑去玩其他游戏了 这次打算来把它全破一次 这游戏的面部表情 我依然认为是目前所有游戏里 表现最优秀的一款了 这汉滑包还提供了反安装程序 只要在游戏目录里打开 CNNINST资料夹 执行里面的ANINST000.EXE 就可以卸载汉滑 同样可以用ProtonTrix执行 然后选择黑色落成 再次执行游戏 就变回英文版了 再来安装雷射超人起源的汉滑包 这汉滑包的说明 要我们放到游戏资料夹里执行 所以先把执行档移到游戏目录里 我把游戏安装在SD卡上 找到游戏目录后贴上 然后右键用ProtonTrix Launcher开启 因为我这是Ubisoft启动器上的游戏 而不是Steam的游戏 所以这里要选择Ubisoft的相容层资料 然后就开始安装 安装好以后 执行游戏试试 这汉滑包同样提供了反安装程序 相同流程再次执行汉滑程式 选择还原英文就可以了 再次执行游戏就变回英文版 再来是The Room游戏的汉滑 汉滑包说明是直接把档案覆盖 取代游戏目录里的资料即可 所以先复制起来 然后找到游戏目录 打开The Room Data资料夹 在这里贴上并全部套用复写即可 进入游戏看看 这游戏有出到四代 我目前只玩了一代 有时间再来玩其他三款 假如是用加入Steam游戏库的方式 来执行汉滑包 就要记得从Steam游戏库移除时 要去Compat Data把自动产生的相容层资料删除 比如我试着把黑色落成暗花包加入Steam执行 这时候就已经自动产生一组相容层资料 随便都100多MB起跳 假如装完了把它移除 再回去看会发现相容层资料还在 忘记移除就很容易赛爆磁区空间 FaceSteam的游戏或城市 普遍都有这个问题 要记得来Compat Data手动 把这些用不到的资料移除 所以还是比较建议 直接用Proton Tricks装汉滑包 再来简单介绍一下 Proton Tricks城市的一些额外功能 左键双级要设定的游戏 会另外开启设定页面 点安装Windows应用看看 里面就有一些可能常用的Windows程式 可以让你安装使用 看你有没有额外需求 就可以来这里安装 也可以对该游戏相容层做设定 像是安装Windows套件 有的游戏可能会发生缺少D3DX9档案 而无法执行 就可以来这里安装使用 以及一些微软的Net套装 C++套件 有的游戏需要使用者 也安装这些东西才能执行 尤其是一些比较有年纪的游戏 没安装这些东西的话 就会报错 有的焊话包比较麻烦的 还需要对登录档编辑才能使用 就可以来这里开启登录档编辑器 看焊话包的设定来编辑修改 也可以针对相容层里的资料 执行反安装程序 像黑色落成的相容层资料里 就已经自动装了这些东西了 浏览容积档案 其实就是Compat Data里的相容层资料 110800是黑色落成 在Steam里的固定编号 还有其他很多东西 假如游戏需要特别设定或安装组件 就可以利用Proton Tricks程式执行操作 主要还是依据社群其他人的回报 以及解决方式 以上就是这次介绍的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